天氣熱暴最想窩在冷氣房 到底冷氣怎麼吹最省錢 暫時外出冷氣該不該關 你是否也陷入天人交戰 應該會繼續開著吧 為什麼 因為越開越省電不是嗎 有民眾因為害怕一直開關 冷氣會耗電 於是一整個月都沒關 沒想到最後電費驚人 飆破四千元直接嚇傻 如果超過一個小時 關掉它的開關 在一個小時以內 我們建議不要把冷氣開開關關 這樣會很耗電 台電說每開一次冷氣壓縮機運轉 就會耗電1.3度 要是短暫外出 一小時內免關冷氣 調成送風或把溫度調高就行 此外也有師傅傳授省電Peple 風量要設定成自動不要開手動 因為風量忽大忽小很耗電 若要快速冷房 則不能先調降溫度 而是要加強風量 體感溫度先下降後 就會比較涼爽 另外每調高一度 還能節電6% 那個冷度直接調到最低的話 相對的它的壓縮機 就會在瞬間的時候 會啟動的更大 酷暑盛夏冷氣遙控器 掌握在手可要好好操控 每個按鈕觸動 可都攸關著荷包 記者函就新聞 網上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蕭惠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